你心中的专业捉鬼大师是什么样呢? 是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呢? 杰毅今天带你借借市面 什么是专业的捉鬼团队? 在21世纪的新加坡 一个繁华的购物中心内 隐藏着一家名为捉鬼的神秘店铺 这家店铺由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经营 无论是商界贤贵还是普通百姓 只要身边出现怪异事件 他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寻求帮助 捉鬼的收费也很便宜 才150新币每只 真是童扫无欺 他为何选择开设这样一家店铺呢? 他又捉到了哪些鬼呢? 这里是金波丹 我是杰毅 今天要说的就是捉鬼大师周永珍事件 2010年2月5日 新加坡流车水一处祖屋内 专业驱魔人周永珍大师睁开眼 他指着房间角落说 那里站着一位老太太 穿着一件蓝色旧衣 留着一头卷发 他的话让房屋主人张巧珠 吓出一身冷汗 瞬间慌张了起来 而在场的法新社记者杰森 也感到气氛开始变得诡异 这名64岁的驱魔大师周永珍 淡定地告诉大家说 我们可以暂时忽略他 让我亲临离家的脏东西后 再将他赶走 话必 张巧珠急忙带他来到一间卧室 杰森看着一脸严肃的周永珍 手拿着一对 结成40度弯曲的金属棒 双眼盯着两端 轻轻摇动的黑球 最后他指向了一个封闭的柜子 周永珍对张巧珠命令到 里面有一个条纹图案的蓝色毛巾 请把它拿出来 然后放在房间外 张巧珠没有任何怀疑 就马上执行了这道命令 打开柜子一看 果然有一个蓝色的毛巾 杰森心想 这蓝色毛巾和周师傅 刚才说的蓝色衣服的老太 有什么联系吗 张巧珠不及多想 他马上把这个毛巾丢出了房间 接着周师傅开始准备做把取钱 一名男助理帮他端过香炉 周师傅放进去一些碎洋葱 点燃了符纸 他表示 阿飘最怕这个味道 一阵操作后 周大师表示 阿飘已经被捉住了 这一家人感觉到如是重负 几个月来 张巧珠一回到家 感觉到他的住宅很奇怪 尤其是他的卧室 每当晚上睡觉时 他总感觉有人在旁边走来走去 甚至感觉有人掐着他 试图让他窒息 他对此很是痛苦 不过现在彻底踏实了 周师傅是新加坡当地的知名捉鬼大师 而且收费透明合理 一般每只阿飘收费了150元新币 亲眼经历此次捉鬼 这一家人对周师傅佩服的是五体投力 不过杰森并不相信这种怪力乱神 趁着张巧珠一家在和周师傅客套时 他拉住刚刚端香炉的男助理潘台 谁知这个男助理居然就是周师傅的儿子 他名叫周德发 今年31岁 他的话更是让杰森震惊不已 周德发说 他一度怀疑父亲有精神疾病 就在杰森还要追问时 一家人簇拥着周大师出了门 他不好再细问 一心人就这样上了车 返回了周大师经营的捉鬼店铺 这个店铺位于加东购物中心 店门口有一个醒目的红色牌子 刻上了黄金的英文招牌 捉鬼敢死队 看到这个牌子呢 杰森差点没绷住笑 这不明明是个搞笑电影嘛 但显然60多岁的周大师 是有年龄代沟的 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他向记者表示 取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 他说道 作为一名警察或士兵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场或罪犯 作为捉鬼敢死队 我绝对不会怕鬼 应该是鬼更怕我 周大师的客户主要是新加坡华人 他的生意很好 因为这里人对宗教仪式和神鬼 仍然根深蒂固 他每天处理大约三四起法事 这些法事包括 增添运气 约88元新币 收服亡魂 150元新币每只 普通平民造的业比较浅 这样小法事处理一下也就够了 不过有些比较困难 好精神的法事 可能数千甚至上万新币 这种就称为大单了 但这种订单 一般都来自于一些真要富商 他们造的也比较深 真有这样的订单吗 杰森不太相信 但生意还真就上门了 不久后的一天 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 走进了捉鬼赶死对商店 这名贵妇40岁左右 但风云犹存 他惶恐地说 他身边好像有一只阿飘 一直跟着 这名贵妇李女士 说自己丈夫王先生 是一名60多岁的富商 两人育有一女 就在两年前 她的丈夫开始莫名和自己吵架 把自己当成眼中的 最后决绝地与她离婚 还把她赶出了豪宅 李女士不清楚 丈夫为什么有如此巨变 离婚后 好友都疏远了她 她每天只能一泪洗面 然后就在不久前 女儿向她透露 自从她离开家后 每当夜幕降临 女儿都能在卧室 看到一位长发女子 那个女子面容苍白 还带着两个毫无生气的小孩 向她走来 这些幻影让女儿恐慌无法入睡 李女士开始将家中发生的 一系列怪事串联起来 她内心越来越确信 这一切的背后 就是这个女票在作祟 于是她决定 向捉鬼大师周师傅寻求帮助 这样自己也能早日回到丈夫身边 这个女票还带着两个小票娃 实力真不容小觑 周永洲年鱼花甲 以一敌散 这一次她真的有胜算吗 杰森对此十分好奇 于是再次跟随他们一起出征 在路上 杰森了解到了周永真大师的过去 周永真在开捉鬼店之前 曾经是一名建筑电焊工 算是新加坡立国一代 70年代 这是新加坡大兴土木的时候 周师傅那个时候 还是周师傅 当年20多岁的老周 手艺高潮 电焊焊点像榆林一样整齐致密 凭着这样的手艺 她闯出了名情 很多包工头都找她来干活 也积累了大量人脉 后来又凭着经验头脑 周师傅开了自己的老五中介公司 变成了周老板 她抓住市场机遇 短短三年就赚了五百多万新币 那段时间 她购买了跑车 过了一段富裕的物质生活 80年代 新加坡大几件放缓 她为了开作产业 把老五中介业务 转到了泰国发展 但这项投资失败了 原因无他 和华人的吃苦耐劳不同 当地人工作心态 十分佛系 上班时间也随缘 经常是约好的时间 人不见踪影 周老板还要一个个去摇人 当地人趁这种佛系状态 为摘炎炎 意思就是淡定 不要着急 但周老板一点也淡定不了 陪的眉眼看 当地一些朋友 陪着失忆的他去散心 接触到了当时 刚流行起来的一种娱乐方式 卡拉乌克 这让周永珍感到很新奇 自己一直紧绷了小半辈子 才发现 原来人生不是一直拼命干活 居然可以这样放松 他决定马上投入这个生意 这次周永珍掏出了大米资金 在印尼巴弹岛开设了卡拉乌克酒囊 当年很多新加坡企业到巴弹岛设立厂 无数富商政要来到这里谈生意 卡拉乌克酒囊一到夜晚就十分火爆 但这种生意 不玩一点灰色的 那些富商政要是不会来的 但周永珍显然没有这种精英土劳 还常常和雇员争吵 生意没有气色 最后赶上98年金融海啸 血本无归 自此压力过大了他 精神状况开始出现问题 寻遍医生都找不出来问题所在 于是周永珍开始探索 超自然现象寻求解答 他猜测到自己可能被一个节骨的员工 下了诅咒 那段时间他身体健康问题很大 连续吐血超过十年 甚至吐出过蚊子和金属血等异常物质 在一次偶然的梦境中 他梦到玉皇大帝来开望自己 并认他做干儿子 这个梦让他意识到 自己或许与超自然力量有着不解之缘 为此呢 他特意在印尼的一个荒岛上 静坐了108天 这段静坐 不仅让他的精神状况完全恢复正常 还让他进入了通灵的境界 学会了占卜和驱魔的法术 拥有了捉鬼的能力 从荒岛回来后 周永珍开始利用自己的新能力 帮身边亲友结匠捉鬼 三年后 他觉得自己功力已经够深厚 于是呢 2003年在加东购物中心 成立了驱魔公司 最初他并没有抱太多希望 他认为这是一个冷门行业 自己又连续做生意失败 能保本就不错了 谁知捉鬼店的生意 出乎意料的火红 每天至少十多名顾客上门 他平均每天就得捉鬼一至四只 他捉鬼呢 都是带着些瓶瓶罐罐 不愧是小罐鬼大师捉 店里主要顾客群体呢 介于20岁至40岁 其中有很多商界贤贵 艺人 甚至有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家 也有企业邀请他担任风水顾问 随着口碑的传播 他逐渐被人称作捉鬼大师 面对贵妇李律师的委托 周大师十分重视 他立刻来到了王府上的公司里 开始了解情况 大师教有大师的行动 尤其是面对王府上 要拿出专业团队的样子 周永正出场的瞬间 王府上就被折服了 经过一番调查 他发现60岁的王府上 近两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两年招募了一位 年约30 风资卓越的女性秘书刘某 之后不知怎么的 公司业绩一路下滑 自己也是很苦恼 周永正在王先生公司走访了解到 这名30岁的刘某和王总走得很近 同时一直传言 他怀揣着嫁入豪门的心思 40岁的原配李律师得知 60岁的王先生 又找了一个30岁的女秘书 他气得破口大骂 他猜测 丈夫之所以改变 一定是这个狐狸镜下了爱情降堂 可怜的李律师 根本不懂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心一直没有变 还是和20年前一样 喜欢年轻的女孩子 王先生对这名女下属 居然言听计从 公司的决策 个人财产 都按照他的意愿改变 随着时间退移 公司运营也开始出现问题 周永珍和王先生 一阵闭门生态 告诉他对方中了降头 王先生在意识到公司的异常 是因为自己被下了降头 瞬间感到一阵恐惧 他毫不犹豫 结束了周永珍的帮助 周永珍选择在一天 因其最重的午夜 进行了解降仪式 他用朱砂在黄纸上画下符咒 接着将符咒 放在一个同志的香炉前 火焰瞬间吞噬了符咒 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响气 随后周永珍 取出一个小巧的铜铃 轻轻摇晃 听着他的声音 腹上感到一股暖流 在体内流动 心中的恐惧焦虑 也逐渐消散 仪式结束后 王先生感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 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将属 已经被成功破解了 不久后 他开除了这个女秘书 然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 投入到了工作中 公司的业绩 也是一路回升 然而这次经历 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王先生对女性产生了恐惧 他不愿意前妻重修旧好 也不敢再交新的女朋友 这倒是让李女士伤心不已 对于这个结果 周永珍大师也表示非常遗憾 一些人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周永珍的驱谋行为 缺乏科学依据 然而与此同时 也有一部分认为 王富昌可能真的中了爱情降头 下降头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区很流行 一些人会在深色饮料里 添加湿酱的物质 被湿酱的人 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权 对于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周大师自己怎么看呢 他的回答 再次让杰森出乎意料 捉鬼大师周永珍坦诚 这也是迷信 周永珍解释 新加坡华人众多 即使中产阶级辛勤 但宗教和迷信观念的 已经升值人民心中 没错 作为以吃苦耐辣而闻名的华人 一直紧绷的神经无处发现 各种心理问题油然而生 男人担心事业 女人担心家庭 似乎总无法像太过人那样 博系的生活 或许周永珍接受了 玉皇大帝的委托 捉色鬼 忧鬼 贪鬼 而这些所谓的鬼 其实代表了色念 焦虑和灿烂等人性弱点 杰森认为周永珍 或许是通过心理暗示 引导人们放下质疑 让他们感到 自己身上的鬼已经被驱散 尽管受到了一些质疑 但周永珍的神意 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护救后 因为父亲神意日渐繁忙 曾经怀疑他有精神病的大儿子周德发 也加入了他的企业 共同经营店铺 父子俩还成立了店铺网站 进一步推广他们的服务 如果你们对他的故事感兴趣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杰森会继续更新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